大家好,我是老肉 我是Taddy Taddy,无线手套终于出现了是吧 是的 这花了多少时间来着 差不多半天吧 加起来时间 反正有好几个小时拼完这个 那么我们先这样用一个500倍的速度 来回看一下你这个拼的过程好不好 好 好,我们先看一下 搞定了 好吧,非常不容易是吧 总之呢,这就是完成品了 无线手套 我转一圈给大家看看 它是在一个底座上的 一开始的时候我还以为是可以戴在手上的 实际上拼出来之后大家发现 这个大小跟你的手差不多 跟我的手差不多 我想戴上没有可能 底下是实心的 只能作为一个摆件 没办法戴在手上 然后呢,这个还原度还是很高的 是的 金光散散的,非常的亮 上面有什么 六颗宝石 无限宝石是吧 或者叫无限原石 我们看到这个颜色 对,我们还特意对照了一下 这个漫威原版 它这个宝石的颜色和位置 就是在哪个手指头上 没有变化 完全还原,对不对 完全真实还原 那么分别从大拇指开始 这是什么呢 时间宝石 绿色的时间宝石 是吧 是那个阿格木托之眼 奇异博士 卡 可以那个操控时间倒流的 非常酷 是吧 然后呢 这一颗是 这是紫色的 这是紫色的 力量 紫色的是力量宝石 出现在哪个里面来着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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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那个 银河护卫队 谁的那个球呢 星爵 星爵 是不是啊 银河护卫队里面 星爵 一开始 唱着歌 去那个神庙里面 偷了一个球 是吧 就是这个力量宝石 是吧 然后这个蓝色的 大家都很熟悉了 是空间 空间宝石 空间宝石 它的载体就是那个 宇宙魔方 宇宙魔方是吧 在复联一里面 那个在天上开了个虫洞 然后外星人的大军 从那个虫洞里面 涌进来了 是吧 就是那个宇宙魔方 然后这个红色的是 现实宝石 现实宝石 是吧 就是它可以 创造一个幻象 是吧 有了这个宝石的人 可以用它来切换 这个虚拟和现实 对不对 在那个大厨仓家 那个地方 宇宙的垃圾场 是吧 大厨仓家 那个地方出现了 然后呢 这个橙色的这一颗呢 在那个卧米尔星 灵魂 灵魂宝石 是不是啊 就是那个卧米尔星 红骷髅守着的那个地方 对不对 红骷髅守着的地方 那个有个悬崖 必须得一命换一命 下去一个人 才能获得这个宝石 是吧 这就是这个橙色的 这个灵魂宝石 然后最中间的 手背上的是黄色的 心灵宝石 心灵宝石 最常出现的位置 就是那个患尸的额头上 是吧 它出现在患尸的额头上 可以控制人的心灵 所以它还出现在那个洛基的权杖上 对吧 洛基用权杖 啪点了一下阴眼 阴眼就被黑化了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可以 控制人的灵魂的 所以这个叫 这个心灵宝石 控制人的灵魂 为什么不叫灵魂宝石呢 所以叫控制人的心灵 比较好 对对对 控制人的心灵的 就是灵 心灵宝石 总之这个六颗无限原石 我已经收集齐了 接下来 已经收集齐了 接下来就差一个响指了 怎么 你加油 我们来打响指 我这没动静 指和食指并在一起 然后 拇指和食指 拇指和中指并在一起 然后 然后使劲一搓 你敲桌子的声音 你是这样 算了吧 打不响我 所以还是我们用这个无限手套 来打个响指吧 好不好 无限手套 中指 拇指 然后另外几个是自然弯曲 自然弯曲对 这不是兰花指吗 这不是兰花指 什么鬼 不是 这俩得下去吧 这俩得下去 这个是自然弯曲 这俩下去 下去 这样 对 这样 所以现在就是打响指的手势了 我给大家来看一下细节 我一按按钮 啪一个响指 全宇宙就有一半消失了 好残忍啊 所以说通过这个 就大家看出来 手指头还是很灵活的 是不是 这几个关节都有 每一个关节都有 对 你比如说我们拿这个食指来说的话 第一个关节可以弯 对 第二个关节也可以弯 对 第三个关节还可以弯 对 哇哦 完美 高度还原 高度还原 所以我有一个不成熟的想法 又不成熟 我们拿这个手来比划那个1234 看能不能成功 我看你很不成熟 1234 是不是 我看你很不成熟 来哦 先来 一 所有的都下去 嗯 没毛病 嗯 一是吧 然后二 上了一个 哦 一 还可以分开 对啊 小慕指也可以 哇 这不是白蛇了吗 这不是 骨蛇换者 哈哈哈哈 这这 这 哎 不是 你不知道这个大慕指还可以怎么样 哈哈哈哈 不要再演示了 哈哈哈哈 可以转一圈 哈哈 大慕指居然还可以这样转 哇 天 太恐怖了 所以所以还是正常一点 我们还是正常一点吧 正常一点啊 到哪了 到二了是吧 二 这二稍微形象一点 那个 耶 哦 耶 二 啊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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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是这么比吧 是吗 三 哦 三是这么比 这么这么比是篮球场上 三分球是这么比 然后通常是这么比 三个人 是吗 嗯 哎 先生 你几位啊 三位 行行行 是不是 三位 三位是这样 那就是这个上 这两下 这两下 这两这样圈起来 嗯 这不是OK吗 对啊 好 三 哦 三位 呃 四 四 哎 四 很清晰是吧 然后五 哎 很好 很好 六 下去三个 留着两个 然后还稍微分开一点 ni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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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66 666 好 所以这个地方可以双击666了 哈哈哈哈 疯狂还是 666啊 然后 七 七是这样是吧 嗯 这两下去了 然后这仨稍微上了 稍微高一点 这个这个豆过来 这个得并起来 让这个豆过来 豆在这 七 像不像 不行啊 七像不像 大家来鉴定一下 七还行是吧 够呛 七 然后八就比较容易了 嗯 嗨 嗨 嗨 哎 八这个大拇指得裂开 对 得使劲儿裂这个 嗯 八 大拇指为什么比这个还长 只是撞一点 八 裂开是吧 八得横过来看 你看 十八 从这边看 哈哈 八 九 九是这样 是吧 九是这样 所以这个也得回去 这个得弯 这个得弯起来 从前的时候 这个手指数有点短 对 九 九 然后十 对起来 哦 耶 好好好 无线拳头 好 这个手还是很灵活的 这个它要做的再大一点 手能伸进去戴在里面这样 就更帅了 打一个箱子全碎了 笑死 白拼了 好吧 这就是无线手套的构成了 这啥呀 这个不知道 这怎么还有翅膀 这是个装饰 其实就是贴片是吧 贴住这 这样的贴片还有很多 这块也是 这些地方你看像一个飞机的机翼一样 好了 然后最后它这下面还有一个小底座 我给大家看一下 上面有个底座 写的无线 好吧 总之 我们这个无线手套 这是我今年的生日礼物 非常的炫 但是是我拼的 你要知道 是你拼的 但是是我今年的生日礼物 这个最终摆的时候 什么姿势最好看的 就自然万倍 这样 这样 钻起来比较好 这个还是钻起来更帅一点 我感觉 这样钻起来就显得 这个手很短 像个熊掌的那个 还是身体比较 那 这样 无线手套 然后这一面 好了 那么我们这一期无线手套 就介绍到这了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了 拜拜